再跟大家聊两句 纽约时报得到了一份文件 上海浦东市公安分局 说要招聘外包一些工作 海外各社交媒体建账号什么的 包括维护发视频 然后价格也还可以 不算太低 其实这事大家又是友邦惊诧 我靠说这什么玩意 你难道不是就建水军账号什么的 这些东西吗 你实锤了 实锤你们一直在建水军账号 其实这事大家也都早都知道 这个不算什么特别隐秘的事情 因为原本我们大外宣的 各种各样的所谓的新媒体巨阵 其中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这些方面上 它成为了一个海外一道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一道靓丽的风景 我原来给大家科普过一下 说这大外宣有分成几个部分 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建立这种账号巨阵 账号巨阵是一个硬性的政治任务 您比如说像央广 对吧 就CGTN那个东西 他们的所有的员工都要再建海外账号 而且要养号 这个养号什么概念呢 就是它不是说我建完账号就完事 它要逐渐的发内容 把这号养大 成为一个所谓有一定影响力的号 大号 然后才能够最关键的时候进行舆论引导的作用 有些号已经给养的挺大的 你不知道这个号是官方养的 我知道 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那边的朋友们 你给它曝光了也不合适 当然这也用不着我曝光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的这样的账号其实都已经被包括像推特 或者是Facebook 或者是像什么ing 或者是还有像现在咱们您看的油管 他们已经都知道是他们的账号 只不过有些它标注 有些不标注 比如说在Facebook上 它就有一个 比如它有几个账号 因为某些事情直接就是接到了政治任务之后 你必须你现在你要转发这个 并且加评论如何如何 养的大概几万关注者的账号 一下就被Facebook标注 它是官方的这种账号 它就知道了 它就知道了 其实原本他们也能知道 但是它本身的这种叫什么呢 就本身的你没有标注 你还是会好一些 它现在就等于给它一下就标上了 你就是官方媒体的这种账号 这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媒体矩阵 媒体矩阵干嘛 就是它互相推转 然后获取正常的关注 它原本就是说我们最开始时候糊弄老大的时候 大外宣的时候糊弄老大的时候 都是这么糊弄的 就是说我建一账号 对吧 我往往里灌死粉 那就是都是不活跃的 或者是说根本就是一个虾皮账号 就是一个空的 然后我关注 我这么大的关注量如何如何的 那就觉得自己很牛逼 这个你像赵立坚老师 这像这样的 或者是怎么样 人家还可以吹个牛逼 人因为天天骂人嘛 对吧 人家也骂他嘛 所以他活跃度还蛮高的 像那些账号呢 他基本上就是 所谓形成媒体矩阵的那些账号呢 他实际上而言 原本是外包给一些这种水军公司 就低端的水军公司 他建的那些空账号 然后过来来关注 就养号 它跟养号还不一样 那真正的人玩的比较高的 你比如说像懂点媒体的 我刚才说的 像CJTN的这种东西 他们的员工 他们的去养号 他发内容 然后获取正常关注者 这个他们是一个媒体的一个正常操作 对吧 那他就等于是把这号养起来了 养起来在关键时候能用 这个也是 但话说回到上海浦东分局这事 其实良心说这事 第一不值得惊讶 对吧 第二 您可以想象一下 为什么一个公安局 而且是上海 上海 它不是上海公安局 它是上海浦东分局 那他能够养这个号 我跟你说 这个就是老外的不太理解 中国怎么说呢 国情 对吧 国情 首先第一件事 这是一个政治任务 是一个拆分下来的政治任务 我们当今圣上 他说了一句话 叫讲好中国故事 那中国故事讲了 经常讲着讲着就变成中国事故 就经常出事故 所以呢 那怎么办呢 就是要把这个故事讲好 它作为一个政治任务 往下发 让各个地方都去把这个政治任务完成 它是一个分散分包的一个过程 就是一个总包 老大说了 就是说讲好中国故事 对吧 OK 好 那我下边就是各个分包 分包下去 就是说你的财 你如果有这个钱 或者怎么样 你要把这个自己都分别的建这种海外影响力 要建立这个海外影响力 讲中国故事 它就整个分包 一层一层分包下来 到最后谁干呢 就是说像这种分局类型的 对吧 它从上海公安局接到了政治任务 然后到我这 我就给它分包出去 你想公安局每天忙的要死 对吧 不论它是真忙假忙 它怎么可能有公众说建海外账号 然后还他妈天天维护 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事情 它也不懂 好多民警连翻墙都不会 这真是真事 它真的不会翻墙 而且说实话 它每天跑外 也不可能给它一砖线 让它去翻墙 所以它就给外包公司说 OK好 你帮我建这个东西 你建完以后 你就发维护好了 你给我数据 我就去上报 大致而言 全是这么个过程 这个是讲好了 讲好中 对我们圣上的 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回应 整体上它是一个政治任务 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这种政治任务 其实就瞎接不扯 你想想看 像普通这种地方的分局 它外包出去 这个钱不糊弄你糊弄谁 对不对 你就是哪怕你就是弄个小编 在那儿给你填账号 你也得填 您那价格 还有什么视频 诺如此类的 也就是那点数 能买到什么样的服务 人家还要利润 对不对 你这个外包出去 效果就可想而知 对吧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预算 今年这预算没花完呢 这个我得花了 对吧 我怎么才能够把这个预算花掉 这也是预算年到年底的时候 这种奇怪的项目 越来越多的原因 我得把预算花掉 虽然说政府现在越发的没钱 那真的是没钱 好多地方公务员工资都开不出来 但是我现在我这有钱 我这有钱 明年的预算我还得要做 那怎么才能把预算做出来 对不对 你今年没花了 那你明年就没有这个预算了 所以我现在就把这东西外包出去 然后这个预算还在里边 我明年再要预算的时候就好要 这个就是他们所现在干的活 您知道吧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说起来 说起来 就是说中国外宣这工作 正经说对于我们这些 就是真正对媒体方面比较了解的人 真的看着都心疼 真的是看着心疼 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就看着 你就像看到一个 就看那二傻子 您知道吧 在那玩撒尿活泥 你怎么 这二傻子都他妈的都三四十了 在那玩撒尿活泥 你说你说你心疼不心疼 就是说你看着怎么这样啊 对吧 怎么一下就智商能降到这种程度呢 人家是降伪打击 您是降制打击 打击谁啊 打击自己呢 就是他的那些玩意儿 干的吧 就都不靠谱 就像这个呢 其实依然算是他大外宣里 特别不靠谱的一事 你像上回我说的 那个举点例子 就是这CGTN的那个玩意儿 他实际上一下就暴露了 直接就让人给标注了 对吧 像Facebook还是什么的 给标注了 那这些玩意儿 你这么多年 他其实实际上养那号得养了 得有两三年了 正儿八经儿养号啊 那是拿真人去养的 怎么养呢 就是说我要发那种 还显得要客观中立 哪怕稍微偏一点 偏一点什么 那也要养这个号 这个号一个号养起来不容易的 对吧 那到了那个粉丝量 然后转手夸一下 他在某一个政治任务上 就说真的 那个号说起来的话 就简直就像是那个塔利班的人肉炸弹 一次性的 你养了好几年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这倒是了 可是中国这用在一时 他炸的 塔利班他至少他那么 他还有一个说炸个什么目标 这个呢 直接冲进去炸一马一窝 那你怎么弄这事 这就是中国这大外宣 好多地方都特傻逼的地方 我们这帮人看着就是 真的是感觉 就是政治挂帅 然后这个不遵循市场规律 不遵循媒体传播规律 然后就天天在那玩的 发鸟活泥的这道活 你看着就是这么多人的这个降制 降制打击 真的是感觉特别难受 这也是我们这个老媒体人 就是说这个从纯从技术角度而言 纯是技术角度而言 觉得特别不舒服的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说像普通公安局这事 您就别打当关事 就是虽然是说你拿到了一个具体的证据 你觉得这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来讲 那个呢 一个这事办得特别蠢 对吧 因为这种外包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部门 然后整体来策划 它确实现在也有 但是呢 会差 因为它自己干活 这个很差 它外包出去呢 它也 因为人家要挣钱 它给的钱要不够 所以它效果也很差 真正的说起来的话 你一个地方的分局 你去干这活 那只能是差上加差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太多必要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不用特别讨论 不用特别讨论 我就是说跟大家聊聊 我们现在大外宣所面临的 所谓的媒体矩阵的这种分包特性 以及年底突击花钱的这种特性就完了 那你把他那个当回事 你让他见去 你让他见去 我敢保证 他找的那个分包商 见出来的玩意儿 就基本上而言 就是属于狗屁没有的东西 因为你想 你几万块钱呢 你建几个账号 在互联网上 这个如此广阔的一片信息 信息海洋里 别说水花了 对吧 你撒谎尿都他妈的 见不出任何一点花来 对不对 就这么点事 好谢谢诸位